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上個星期我們為大家報導過在香港投考護士的資格 護士的訓練課程 政府的護士制度 以及政府醫院的護士的工作 今天我們詳細探討一下政府醫院護士在訓練和工作上遇到的各種問題 白衣天使的工作在目前現實的公利社會裡面是欠缺吸引力的 申請就讀護士訓練課程的人數 以前每期有千多人 最近幾年只得幾百人 據說有時還少過兩百人申請 醫務衛生署說今年招募人首投那四個月 有768個人投考 240個人考取89個人候選 82年7月政府實施公務員身份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第8號報告書的申酬建議 從那天起註冊護士的申酬頂點由6550元升到7540元 但是新加入行的見習護士起身點大約降低百分之二十 由本來的二千零幾十元降低到一千七百幾元 即使經過最近的調整也只不過得一千八百幾 大部分護士都覺得這次減薪對護理人員是不公平的 同時令到護士行業招聘人手更加欠缺吸引力 另外最近的離效率也都相當高 護理員協會的發言人說 瑪麗醫院的護士學校近幾個月 一班五六十個人裏面就有百分之十三至十五的護士學生離效 在三年的護士訓練課程 理論上見習護士病房工作是有註冊護士或者導師督道進行的 但是聽很多見習護士說實際的情況並不一定是這樣 在病房實際的關係 真的沒有一個註冊護士行來看你做事 如果學校有教過的話 他就立即叫我去做 就是完全不需要理會我們實際上是否認識 做事自把自為有很多時候 有時你有些事情不太清楚或者什麼 你想去請教一下那些不阻業的 即有時根本他自己又有他那份忙 即不是說他不想去給一些指導你 在醫院的制度根本是對這些學生護士很不公平的 這些學生護士應該是在病房觀察 還有當他實際做工作的時候 應該是有一些畢業的註冊護士看著他 還有當他有些什麼不明白 或者是做錯的時候馬上去糾正 但是在病房裏面根本就不容許他們這樣做 他已經是變成一個真真正正需要 去獨立工作的護理人員 尤其是在看事的時候 即是一個註冊護士帶著一個學生護士 就要照料成六七十人甚至有百多人 根本那個註冊護士都沒有可能 是有空閒的時間可以去監察這個學生護士去做事 在學習的期間他有很多東西是需要慢慢去揣摩 但是現在已經逼著他要自己去做了 所以很多時候是在這方面 如果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都不可以想像後果會是怎樣 另外護理行業也都跟很多其他行業一樣 學一套做一套 在學校的時候 樣樣都執到井 好像洗傷口那樣 過程當中 拿任何物件都應該用鉗 不可以用手 而且一塊棉花 就只准用來抹傷口一次 Don't swap so many times just once only 但是出到病房 就沒有辦法 樣樣都做到這麼妥當 這麼標準 好像這位同學 他用同一塊棉花抹了傷口兩次 他犯錯的原因是習慣了病房 凡事講速度快的工作方式 總之 根據護士講 學習與實踐 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實際上在病房做的時候 因為往往設備不夠 物料供應也不夠 譬如好像衣服、皮鋪都不夠用 以及往往工作量太多 壓力又大 病人又多 病床又少的情況下 我們只有把一些工作 集中來做 往往不能夠照顧 好像在貨室裏面所做 譬如在護理病人方面 譬如病人睡得久的時候 有些瘡 我們在學校教的是很正統的一套 譬如是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就要轉一轉病人 又盡量去洗到那個部分的血液 循環得好些 但是在病房 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做這件事 因為需要做另外一些更加急需的事情 譬如去救人 變了很多事情可以學到 在病房做不到 這件事 當然 因為 雖然 病房的設施 和護士學校 設法指 相同 但是因為病人太多 他們是沒有法指 完全 依照學校 所教的程序去做的 只要他們能夠 按照護理的原理去做 都可以令人滿意 護士學生病房實習的時候 在佛人篤道的情況之下 護理病人 同時學校學的一套 病房做的 又另一套 歸根究底 是跟政府醫院病人多 人手不夠有關 有護士曾經提到 部分政府醫院環境惡劣 相信也都是病人超額的影響 就讓我們首先看看 伊麗莎白醫院修正的情況 以及護士和病人人數的比例 伊麗莎白醫院修正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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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聯合醫院 當它沒有床 hoping去祚 Keep estar 看著 Museum 我們現在士會看到 跟健身關 博勢 rar醫院修正的病人 cling實際情形 因為疫情不能控制病人 進院的數目 修正那天 人手就不能應付它們的工作量 護士與病人的比例 實在太大了 譬如來講,在外國,通常的比例,一個護士是對六個或七個病人 但是在香港,現在在醫院裏面,多數一個護士可能要照顧十個或以上的病人 所以我們時時都要依賴當日的護士主任, 每個病房的工作量,將人手調動一下,盡量利用原有的資源來應付工作 護士工作量大,病人超額是直接的因素,因為病人多而間接造成的問題, 好像病床不足,要開梵布床,儀器不夠用,和物料缺乏,也都極大加重了護士的能力,影響他們的工作效率 人所共知,政府的醫院是很擠迫的,而且擠迫的程度是沒有人可以想像到的, 這些梵布床可以開到洗手間在裡面,完全都不可以說有衛生這回事 醫生房,我們做消毒停序那間,treatment room,那些都藏起來,走廊, 收到僅僅一條通道,被那間抬床推過 通常我們這裏,back deck是四日四,但我們是無限量開的, 即是可以一路開,開到百多人都可以,我們前兩日,double call,正忙到癲 一路開,總之不管了,有時,梵布床都借到沒有,就要去問本市, 接去第一間醫院借過來的 根本病房的設計就沒有遇到會擺梵布床, 往往現在的梵布床就只有塞在病床和病床之間, 可以說在廁所門口都要擺, 那麼很多時候我們推著一些車去做護理工作的時候, 就會阻礙我們 根本有時,你想做事快點或者什麼, 你想走快步,那些梵布床就阻礙你, 我們經常勾勒絲襪,撞雨膝頭哥, 如果病床不夠,我們就要請一些, 比較好一些病人轉去梵布床, 但其實每一個病人入到醫院, 應該有一張床給他休息的, 最諷刺的就是,當我們在急救病人的時候, 最重要是幫助病人去呼吸心肺肌, 有時候有些病房都是沒有的,或者有些病人用了, 而只有一架,又要去別處借, 只是來來會衝進去借, 然後等升降機上回病房, 那時候已經是白費了, 而且已經妨礙了去救病人。 例如那些掛牆那些, 塞痰那些喉, 有很多都是壞了的, 我自己一天試過, 終於在急救病人的時候, 就沒得用。 血壓計的喉, 例如有一呎, 有時候整整一下就煤了, 頭那裡就剪了兩吋, 剪了兩吋, 剪了幾吋都還在用, 新的都還未曾有。 要求一種新的義氣, 可能一兩年才行。 另外就是物料供應, 根本就是很短缺, 有時候短缺到病人上身的衣服, 已經要當是褲給他們穿。 很多病人入院的時候, 我們竟然都沒有衣服給他們換, 病人弄髒了床單, 我們又沒有床單來和他們換。 有些人跟我們說, 由我進來的時候, 到現在都沒有換過床單。 有時候床單不夠, 你不能換的時候, 今天又要反轉用。 有時候反幾次, 可能會反來反來, 未曾有新的床單來換。 或者衣服不夠穿, 唯有不住, 要在床上休息。 有些護士說, 現在的帆布床會阻礙他們做事。 另外床單, 病人的衣服, 甚至儀器, 都不足夠分配來用。 這樣究竟會不會影響到, 護士的工作效率呢? 當然會影響到, 護士工作效率。 正如我剛才說, 我們簡直不能拒絕病入院。 所以這方面, 有短缺的情況出現。 護士的工作, 以護理病人為衣櫃。 有些政府醫院病房的護士, 除了肩負繁重的臨床工作, 在病床不足, 儀器不救, 物料缺乏的環境裏面, 照顧超額的病人。 此外, 還要兼顧病房繁瑣的文書工作, 導致有些護士分身罰術, 迫著要減少護理病人的時間。 其實, 這麼沉重的工作壓力, 一定會影響到護士的效率和態度。 醫療的政策令人手太少, 資源又少, 病床就很擠迫, 病人又多, 環境又吵, 外身又不是搞什麼理想。 在工藥環境之下, 每一個人, 就算你多想做得很好, 都很困難。 政府以這麼少錢, 要搞到500萬的健康, 是很困難的事, 是不可能的事。 整個去到戰地醫院, 政府說, 是這樣的了, 是這麼多了。 我幫我交給醫生和護士, 他又沒辦法把這個制度改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慢慢慢慢的士氣, 低落。 另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環境附近的人都是這樣做的, 你又算一個嬰兒進來, 想改一下, 你都沒辦法改。 你的命那麼好, 你做了它, 就不做得怎樣。 人過了自私的時候, 你不自私, 你不行而已。 所以, 通常護士一會就走了, 不是一會就變成這樣。 事實上,近這幾年, 護士辭退醫院工作的數字, 的確有增加的趨勢。 根據官方紀錄, 1982年有250人, 與1980年的207人比較, 增加了43人。 其中有不少, 是完全放棄自己的專業, 轉行的。 工作辛苦啦, 工作量重啦, 工作環境不是那麼理想啦, 還有, 有些結婚, 要照顧小朋友, 那你輪間工作, 連請人幫忙都比較難些, 那很多都會不做。 我最近都有幾個好的朋友, 有些是姐姐來的, 他們都辭職。 在這個離職來講, 就在1979年的時候, 護士的離職率, 全年大約是有180人多, 但是到這個最新的數字的一個發言, 這個護士的離職率, 已經是達到300人, 那程澤, 你看到那個數字, 是一直這樣上升的。 目前, 流失量, 雖然是有少少增加趨勢, 但是不至於達到很嚴重的地步。 我們辭職的護士, 他們的原因多數都是移民去外國, 還有大部分都是去外國深掃的。 有少部分是因為家庭的問題是要辭職的。 根據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1979年回顧報告, 政府醫院護士人手欠488人, 到今年, 編制的護士人數是4130人, 而實際人數只得3649人, 差距仍然有481人。 由此可見, 缺乏的情況並沒有顯著改善。 譬如我們根據目前的醫院, 那個初初起見的病床數字來說, 那個護士的數字是到現在來說, 應該是大約欠缺600多人。 但我們不要忘記有一點, 就是很多醫院的病房, 是領治有很多的帆布床在額外加入了, 而這些增加的帆布床, 是跟護士本身的實際數字, 是有任何的計算度在內。 所以那個實際的人手可以看, 是超過這個數目。 另外, 根據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1979年的報告書裡面, 亦是提及到, 當1984年的時候, 這個沙團醫院開賣的時候, 護士的短距達到2047人。 不過, 胡理處長就說, 目前來說, 我們的實際人數, 跟我們的編制人數, 相差是220個空缺。 因為, 我們自己是有人力發展的計劃, 來應付這個人手不足的問題。 在未來幾年, 大概需要增加多少護士, 來應付新的醫院, 新的診所, 和目前的醫療服務。 在於未來的兩年, 我相信, 我們需要大概600至800的護士, 來應付新的醫院, 和新的醫療設施。 護士的流失量, 有增加的趨勢, 而入行的人數又顯著下降。 對未來幾年, 護士的需求量, 多少救成威脅。 這行, 缺乏吸引力, 始終和目前的待遇, 福利和前途有關。 部分政府醫院的護士, 覺得畢業以後, 進修的機會少之又少。 即使是自費深措, 讀完, 也未必派去自己專修的部門工作。 升級方面, 差不多要等十年或者以上, 比起其他行業, 慢了四年至五年。 至於福利方面, 有沒有按他們的工作性質, 和面對厭惡性工作, 而有額外的津貼。 護理病人康復的過程裏面, 醫生和護士, 本來是同樣重要的。 但是在香港, 一般人只覺得醫生高高在上, 對於護士的工作, 反而覺得是低迷的。 醫療關注組的醫生亦都表示, 醫院的內部行政, 有些亦不是很尊重護士的專業地位, 他們可以參與改善醫院服務的機會, 和護士相當少。 加上平日病房工作繁重, 部份病人過份要求, 很多護士都覺得這行吃力不好好, 發揮不到護理人員的專業精神, 工作上找不到成功感和滿足感。 本來護理行業是一個很專業化的行業, 在外國的地方, 很多護士的地位已經不斷提高, 他們已經有護理顧問, 和醫生相比, 高度, 當醫生知道病人在醫學上, 已經沒有什麼問題可以出院的時候, 這些護士都有權保留病人在醫院裏, 直至那些護理難題完全解決為止。 在香港, 我們差不多是一個配角的形式, 很多事情我們想做是做不到的, 變成沒有什麼重要性。 傳統來計, 香港醫生高在上, 因為醫生的工作壓力太大, 變成沒有什麼時間和護士交流, 只要給他一些命令, 做什麼、做什麼。 護士通常很被動, 做完就算了。 通常醫生會不會採納一些護士的建議? 香港比較少一點。 因為第一, 護士很少提出, 另外一個提出, 醫生未必一定理睬他。 護士站在最前線, 第一個接觸病人, 同時接觸病人的機會比任何人多。 但是護士, 尤其是政府醫院的護士, 跟病人的關係, 很多時都有不和諧的傳聞。 有些人甚至批評部分護士態度惡劣, 對病人愛理不理, 當然也談不上關心病人, 安慰病人。 我想大多數的時間, 都是由於病人、家屬和護士, 是有一些誤會, 病人入院精神健康, 是有受到影響, 而情緒可能就不是很穩定, 加上在病房裏面的環境又陌生, 或者是比較吵, 對於他的休息, 不是多足夠, 而護士方面, 工作量那麼大, 壓力又那麼大, 使得大家可能在言語上, 就有些衝突。 我們是第一個人去接觸他們, 和承擔他們所有的不滿,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家屬或者病人, 有些什麼不滿, 都發射在我們身上, 例如在醫院探病, 只限兩個人進來的病房去探病, 我們就是負責去執行這條規例, 但是很多人在這裏, 亦都是跟這個病人, 或者他的家屬有些磨擦,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很不禁人情, 現在政府的探病時間是兩至三點, 通常在這個時間, 大多數市民都在工作, 但是抽到時間來探病的人就比較少, 但是當五點、六點之後, 通常很多病房都會有人來探病, 但我們一律都是不讓他們進入, 這方面可能發生磨擦。 由於不夠床, 要睡瓣布床的話, 我們就要選擇一些病人, 可能那些病人如果他不明白, 或者有誤會的時候, 他可以提出為什麼他要睡瓣布床, 這些就會增加到病人和護士業有些誤會。 我罵過人的, 因為實在是自己不能夠控制到自己的情緒, 因為已經網都不得了收人, 居然有人說, 姑娘,我小時候在喊媽媽, 麻煩你抱一下她。 我覺得, 我不懂怎樣處理, 我真的說, 麻煩你快走, 你妨礙我。 罵完她之後, 我回去覺得難過。 我不可以說, 每個人都是天使, 肯定是有壞的人, 大聲, 或者是不理人家, 多數是誤會, 可以說可以, 但也有些人的態度是不好。 政府護士在社會的形象是否想好, 那變成護士, 他對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麼驕傲感, 成就感。 哎, 反正都是這樣, 你都說我壞, 我做這麼好幹什麼。 還有一件重要的是, 醫生對這個制度不是太滿意, 醫生可以走出去掛牌, 但護士無法動作。 改革制度亦無能, 另一處又沒有逃避的現實。 每個人擺在裡面, 做了一下, 有時會產生這種態度。 要實踐南京格爾忠誠為病者服務的理想, 無疑是吃力的。 不過, 好幸運, 仍然有敬業、熬業, 抱著犧牲精神的護士。 他們願意留在惡劣的工作環境裡面, 繼續為飽償病魔纏繞的人服務。 沒有人敢肯定, 目前醫護制度和醫院環境, 何時會改善過來。 但是, 護士工作的辛農, 肯定會得到我們的諒解和感證。 也許在這裡也是修正的角色。 也許慎容得到我們想要活著。 不能記住。